欢迎观众朋友再度回到爱尔达电视台 205年世界桌球巡回赛韩国公开赛 接下来要进入到一系列单打的八强战 首先是第一场女子单打的八强 这场比赛的对战组合将会由画面上看到 来自德国第十号中子的单小娜 碰上韩国地主女将徐孝元 徐孝元这次是名列大会的第四号中子 在女子单打八强的部分呢 一共有五位日本的选手挺进到了前八强 那当然包括了大家二手能详的 包括一藤美成福云爱 那甚至是平野早时将这些选手 都是顺利的晋级到了前八强 那另外有两位韩国的选手 包括了徐孝元 以及另外一位年轻十七岁的小将崔孝珠 以及一位德国的选手 也就是这场比赛将要出赛的善小娜 对那这场球赛呢 韩国的徐孝元呢 也是目前韩国的国家队的主力 而且他是一个消球选手 所以徐孝元呢 这场球赛呢 除了他本身消球的能力之外呢 他可能要做一些反击反攻 那攻防的一些转变 来对付呢 德国的单面进攻的这个善小娜 那以善小娜呢 这位选手呢 他是直拍所谓的短颗粒快攻的打法 也是所谓早期的直拍选手来讲呢 走推右攻的打法 因为德国这位善小娜呢 应该是年轻的时候是中国的训练的选手 出身中国辽宁大户手 所以这个所谓的直拍单面进攻的打法呢 目前呢在桌球场上呢 很少看见 那当然善小娜呢 他是所谓的 他是用短颗粒 所以在进攻上呢 基本上都是一直扣杀为主 所以重板的击球 所以在打的当中呢 你会发现 他轻轻的带过来的球呢 旋转度不是很强 因为他是所谓的颗粒 那主要是重板的一个击球 扣球来决定胜负 那轻轻的摆 所以没有机会 他就轻轻的带上来 跟平面胶皮有点不一样 那平面胶皮呢 拉的球很转 这种短颗粒呢 原则上旋转度不是很强 它主要是所谓的重板的 平级式的扣球为主 那同时善小娜在控球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机会也会试图摆短 去影响一下学校园销球的这个脚步 对 所以在桌球的这种磁拍的武器 然后主要呢 还有胶皮的变化 这是多样化的 所以一个选手呢 能够场上 尤其一个比赛能够拿到冠军 你面对的要多种多样的打法 还有胶皮的不同 这是乒乓球的这种运动项目里面呢 非常也是复杂的一个 这一面 所以选手呢 除了你本身场上的技术的打法 节奏的改变之外呢 你要平常要很多选手 跟你来适应这种练习 不然的话你真正的碰到一个选手 比如说善小娜 这种单面攻击 你不会打 你要赢善小娜就很难 善小娜这次转到侧身 想要做正牌的拉球进攻 没有把握住许少远 拿下第一局的第一分 两位选手双方过去一共有两次的交手记录 2013年卡达公开赛的16强 徐少远是以4比2获胜 不过在2014年德国公开赛的冠军战 善小娜反而是以直落四局打败了徐少远 在那场比赛里头看起来他对徐少远的销球进攻 掌握得还不错 对那这场球赛 势必来回一二十板前会常常出现 毕竟三小娜这种颗粒 他带过来 他是等待机会 尽量前后调动徐少远 好来到机会了 重板的扣杀 那所谓的重板的击球呢 就是关键能不能散小他拿分 稍微偏高的时候呢 当然就是逮到用力的机会 那徐少远本身呢 是属于后退中远台的销球 那对付这种快攻的话呢 就是属于你销过去的球呢 不能偏高 而且呢他销过去的球要有旋转 还是要有旋转的变化啦 但是对徐少远来讲 那面对的呢 就是要前后移动了 因为短颗粒呢 尤其这个是短颗粒 他的摆的动作很快 他会轻轻的一点 就是变短球 我刚刚也看到了 徐少远销中代攻的一个打法 终于发挥了 有机会其实他 这位销球手马上可以转进攻 做拉球 还是拼了 第一局的比赛的过程呢 因为徐少远也知道 完全是没办法以销球拿分 他干脆就跟你打几个攻势 第三板想要直接做强攻 没有胜利的打进 不过目前8比3 他手中还握有5分的领先优势 第二板 第三板 哦 对 改变的路线 对 这个是 当你销球呢 确实弧线偏高呢 大概就是要准备 对方的重板的击球 这个就是在旋转上的判断出现了一点失误 应该有一点点差边啦 徐少远的一个也是幸运的一分 对 抢攻了 徐少远呢 要追分数 看能不能抢几球 5比9 双方四分差 好 高跑跑球 这是在 发球上 第三板抢攻 第三板抢攻是 非常好的 因为毕竟面对的是销球手 销球选手一般是安全的回击过来 好 再次的 轻的 前后的脚不掉动 接下来掌握到了进攻的机会 11比5的比数 德国的单小娜 先拿下第一局 刀扎 Jasman 刀扎 Jasman 刀扎 Jasman 刀扎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主要的发球动作 好 又是前后调动 先带起来 准备快攻 还是没有机会 终于在带起来的动作出界了 也是席校园在这场比赛应该难得出现的 校固去拿直接得分的 太勉强了 这个抢攻的机会掌握的没有那么好 对 一般来讲 校固选手反攻或者进攻是逮到机会 这个球难度蛮高的 而且他要横移过来 影响他的重心了 哇 徐校园这一球还是出现正所谓 还要想要反击 但还是要有耐心啦 因为你消球选手呢 就是防守在防守为主 他平常一般的训练也是这样 所以你夜急躁反攻 自己产生的失误 当然 像小娜应该希望乐见他 那你尽量攻吧 反正我还可以挡回去 毕竟消球选手的进攻强度没有像 本来就是进攻的选手来得那么巧 对 对 对 而且他有时候会从后面跑到进台进攻 这已经有一点点时间上的浪费了 应该是说时间上可以比较掌控 你可以看出 在徐校园前后要移动 又要打球 这个确实是要看他的反应跟步伐 尤其盛小娜这个扣球的速度跟角度 都来得非常犀利 哇 这个球盘望过是一个幸运的操网球 3比3 追成了平手 哎呀 可惜 就是在平方球来讲到扣球为主 他拉扣为主就是在颗粒 短颗粒上使用力很高 那平面的话大概就是继续拉球 所以脚比不同 打法不同 所以会不会说其实双方的这个球风扇也有点被刻住 一般来讲 互相要适应 运动了 哇 又是在最被动的情况之下 被盛长大连续的扣球进攻 对 那你可以看出徐校园面对像这种一波一波快打快攻 这就是出现这种短颗粒才有的这种战术 冰到一板了 好球 好球 活到了他的第六分 对 这个球徐校园很清楚 发球过来 他知道扇小娜可能轻轻的带过来 马上测开 我就不需要我先把你杀一个球 我这一板很拼 整个重心已经偏掉了 哦 自己觉得想要做一些假动作来干扰扇小娜 结果自己也重心不稳 第二局 六比六双方还是维持在平手的局面 扇小娜的发球 这个球 其实扇小娜这边打的是很有耐心喔 但是被徐校园还是平倒 对 你可以看出徐校园的步伐 在这一球呢 前后移动 然后从进攻转为防守 最后还是救起来 把这个球从正手打回去 哦 这个发球抢攻 也是扇小娜结交的武器 得分的武器 哦 这个旋转完全是判断错误 这个球一个不转的销过来的球 三小娜用力一个拉球 大概就飞的差距满眼的 感觉有点被徐校园先用正手来做进攻干扰到哦 好 还是进攻 哇 漂亮的一板直线的路线 还是要提到哦 小球选手呢 他的整个战术呢 尤其在后段哦 轮到他发球的时候呢 他会突然改变呢 发球抢攻 哦 能得分就得分 没有得分 我就是干扰对方 哦 再回到小球还是可以的哦 所以对三小娜呢 应该是也要提访啦 他也应该清清楚楚的 小球选手就是有这个战术 这个球没有销过网 哦 这个球自己也很懊恼哦 应该来讲 这应该是他最稳定的武器 最稳定 而且 三小娜呢 他这个颗粒带过来呢 旋转度不是很强哦 他不像平面胶皮 在这一粒一粒的颗粒 要注意 第三板的强攻哦 没有机会 轻轻的带 哇 可惜啊 胜手呢 想要凸几的直线的球 出界了哦 这样凸几的球 毕竟本来就是会有这种 打失误的可能性啦 就看你要不要拼这一板 嘿嘿 就是要拼啦 这要逮到机会哦 一个跟一流选手 对抗你就是要拼球 该打就要打 该打就要打 好 又强攻 哦 没有机会哦 他回到安全的小球 哇 这个球新银的操网球 让三小纳化解了一个橘末点 九比十一分差 好 这时候韩国的徐校园 开始交暂停哦 这个校园暂停的时机蛮快的 第二季就开始 已经最后一次的暂停而已 那不过现在徐校园 毕竟还有一个橘末点的优势啊 尤其这个幸运的操网球 其实可能会多少影响到 球员在场上的士气 对 还有一个暂停也是稍微再冷静一下 那这个比赛的过程哦 我想以徐校园来讲哦 他也不用太担心呢 哦 上小纳他的进攻哦 尤其你只要削的球呢 弧线确实不要太高 上小纳也找不到 一个重板得分的武器了 他最多就是打过来哦 比较速度 力量不是很重哦 那徐校园就跟你混杂舞打 来拿分就可以了 那现在十比九领先哦 那我想又轮到徐校园的发球 那以徐校园的战术 应该会反手发球 然后先转身哦 看能不能 能攻就空一个 那这个状况应该是蛮高的 那三小纳应该蛮清楚的 所以接发球的时候呢 是不是调动的步伐 可能右边也可以啦 就是导向 不要让徐校园这么好的做成功 对 调动徐校园的步伐 应该也是一个策略 但是最重要的是 徐校园因为反手发的是 右侧闲转哦 你要掉右边呢 也会担心会出界 所以我想就是看 三小纳怎么去想 测开哦 对 先带起来 那现在前面防守了 反攻 太勉强了 的确哦 还是 乔远金被带开了 还是积极想要做抢攻 那难度就比较高 对 这个就是 心里 以这个战术 看起来 徐校园蛮急躁的哦 他想说 我看能不能赶快攻球拿分 十比十 三小纳把比赛带进到了 Dews 对 销球选手的这个主要的武器呢 就是稳健 稳定 然后销中反攻 那销的当中呢 转与不转来打乱对方 如果这样的话呢 我想还是提到 善小纳呢 也不是所谓的拉球为主哦 所以应该也没有什么 多大的威胁性 好 应该是好好的销 哦 这个球 改变了前后的路线 很可惜 很可惜哦 事实上这个球 他已经占好位置哦 可能对于球的位置没有做好 直接的下王 十一比十一 再度回到了Dews 好 哇 这一次 还是率先的来进行销中的反攻 对 这个可以看出 习校园呢 也知道善小纳 我只要销过去的球呢 很弧线很低 你也没有办法进攻 基本上没有力量 你也没有办法进攻 所以习校园呢 当然这个球打得太精彩了 好 准备 好 没有机会 还是销 对 这种状况 我想善小纳只有带过来而已 哦 这个球 善小纳 善小纳 而且由善小纳先挡住 徐校园的进攻 之后顺利的确保这一分 也让比数 再度进入到了Dews 徐校园很可惜哦 这一局 四度的局末点都没有把握住 好 这个Dews 先由善小纳发球 能不能发好的一个位置 直接中板的杀球 这个可能 对善小纳是一个机会 好 看有没有 哦 也没办法 还是稳扎稳打 哇 结果这个时候 主要原来有再送一个 过往的幸运球 哦 这个在Dews 能够插网爬过来 这是对一个运动员来讲的 是这个局面是最有效的 而且信心会提升 这个球对徐校园应该拼了 有没有 哎呦 哇 竟然是发生了一个发球 直接把分数送给对手 哇 这就蛮不应该的 不应该 尤其是有经验的选手啦 那徐校园这些发球送分 也错失掉了 这一局的第五个局末点 对 消这种球 三小纳没有机会 就是拼命的往上带 稍微前后吊动它 哦 终于打到两板的重板的扩刹 比数十四比十三 三小纳现在也出现了一个局末点 看 哦 这个球 也是徐校园的发球 突然间呢 发球的动作改变 也曾可以看出呢 三小纳呢 本来是往右撇 他突然间往左边撇过来 这一局还有得打哦 又进入到了Dews 漂亮的接发球 比较远呢 直接呢 往右边加转的一个戳场 这个球你可以看出 哇 这个是影响三小纳的位置的 好 这个是影响三小纳的 又是重新回到 徐校园的手上 哇 这个球很高 高起来了 徐校园 二话不说 直接起板进攻 终于掌握住了分数 在这个Dews大战之中 徐校园掌握住了第二局 现在翻成 一比一平手 再将举手搬成了一比一的平手 所以其实徐校园 在经过第一局的适应之后 来到了第二局 慢慢也可以找到 应付善小纳的一个方式 对 当然两位选手 应该是在变化上 那徐校园就是 效忠反攻 那以三小纳呢 就是等待一个重板的杀球 那要怎么重板呢 可能前后调动之外 拉球 哦 我的拼球了 徐校园确实是 抢攻的企图心蛮强的 那你要消又要进攻 你体力上 步伐的这种消耗是蛮多的 那因为这是七战四胜制 如果这么急躁的一直抢的话 是不是他对自己的体能呢 是没有问题才能这样打 一般来讲 事实上他消球也是很有威胁性的 也不用这么急 第三局过来就在消 就在攻击 应该说徐校园 是在这个所谓消球选手里头 攻击性是还满积极也满抢的 太长了 这个球有点到边线 所以影响三小纳的一个集球位置 这个球没有消失 有点失误了 徐校园这个球 第三局2比2 还是张长进攻 3 2 太明显了 是第三局的比赛是教练指示 徐校园 全面来进攻 全面进攻 我从比赛的过程也不用太勉强 因为毕竟三小纳还是提到 他也没办法直接的每一球的进攻 我就能拿分 不过刚刚三小纳是这局第二度的接发球 直接下网的掉分 现在面临徐校园的发球 三小纳也遇到了一点状况 比数还是拉不开 3比3平手 好 高跑 真的是个很高的发球 对 3 4 利用消球的浮现偏低 转与不转来干扰三小纳 那你只要不要稍微高一点点三小纳 没办法做有效的突破 把这个发球得分 可以看得出来徐校园 还是想要把球皮长一点往后方来挤 还是压 这是旋转影响重板的砂球 一个产生失误 哇 又是旋转 4 6 这个第三集的过程 如果一个消球选手呢 可以很快速的在前击板呢 就让攻击选手呢 这应该摸不清楚旋转 大概就这样的话呢 就不用急了 又是揭发球 产生的失误 两边其实在第三局接发端的失误都比较多 不过就像朱老师讲的 其实徐校园现在真的不用去急抢一板进攻 对 完全不要 场上你要清楚 但是目前 因为徐校园现在来讲也不能有暂停的机会 因为他第二局就用完了 所以我想场上要自己清楚 目前的情形呢 如果消球能得分 他是回到你主要的特色了 插边 插边 这个新任球让善小娜比分 现在逆转7比6 翻到一分超前 可以看到球送得非常底线的位置 可惜啊 席校园 突然间怎么会这个消的出戒呢 善小娜把球带过来呢 也可以拿分喔 这样的得分对于善小娜来说应该是最乐见的啦 又得分 那又是一个消球上的失误 善小娜选手强调的就是比一般攻击选手更稳定 可处理球呢不慌不忙 这是消球选手的一个特色 结果呢 紧要关斗自己一直失误 所以说在这个回球的质量上 开始没有把握的情况之下 让善小娜又逮到了连续的扣球进攻 所以很快的10比6 善小娜在比分逆转之后 现在有四个局末点 插边 最后是用一个插边球抢下这一局11比6的比数 善小娜打完了前三局 2比1领先许孝远 韩国的选手许孝远在这场八强战 尤其是刚刚第三局消球的稳定度上 稍微跟前两局的表现有点落差 让他分数在6比6平手之后 被善小娜一口气连拿了5分 所以对他来说 其实第三局他一开始比较 在消球的过程当中急于抢攻的状况 是不是可以再做一点调整来到第四局 其实善小娜的稳定度把握住的话 善小娜也没有太多很好的机会 对应该来讲 习孝远第三局落败了 就是中后段的自己的无畏的失误 加上善小娜又两个插边 11分的比赛两个插边球 在比赛场上也很少出现 幸运的 当然这种局面 三小娜很简单就拿下第三局 好 第四局呢 这个球转换的非常的精彩 对 而且呢 习孝远是不对台 直接的加压 这是三小娜没有预测得出 他有这种打法 还是抢攻 还是抢攻 市长 韩国教练有他的看法 他还是觉得习孝远能销 然后尽量的抢攻 整个自己要乱 当你进攻又要转回消球呢 毕竟呢 他这个整个战术上呢 就会比较大的变化 影响到你的整个稳定 如果前面销的话呢 他的注意力就会前后移动而已 对 前后移动 大概是 左右的销是习孝远 本身的平常的训练 前后移动 大概就是注意一下 好 善小娜白端 不过善小娜也很有耐心 对 前后移动 哇 善小娜还是率先的先靠着 前后的调动 掌握到了进攻的优势 比分4比1 善小娜3分领先 哇 机会 机会球 还要攻到对边的位置 波善小娜可以看到 掌握到连续进攻的机会 他的扣球角度上的掌握来说 是非常的开啊 对 他这个扣球的位置啊 当然就是所谓的两大角度 再来就是几球的速度很快 跟拉球来讲 不一样就是他的主要是速度 哇 插边 角度哦 已经很刁钻了 结果又是一个擦边球 善小娜今天真的运气蛮好的 这个比赛过程 常常有这个幸运的分数呢 这个对落后这一方 这个士气真的会被打乱 又是安全的过渡 对啦 你来稍微注意 三小娜呢 当他带起来带起来之后 会摆一个短的 事实上呢 以他动作上呢 因为你摆短的动作 应该看得清楚 事实上席下也慢慢的回到前面打 一定来得及 那如果前面削呢 也是很好的策略 那就是让攻击的三小娜呢 有急躁的心态 这次是消雪选手达到的目的 徐晓媛在第一次局里头 现在把握住自己消球的机会 追成了5比5 又急着攻 徐晓媛还是心里是说 我反攻看能不能拿分 那因为消球选手已经退到球桌后面 你从这么远的地方 反攻回来呢 不见得有力 因为我 我三小娜我就站在进台 我看你要反攻 我可能就是回到那边挡球 那这个是有机会 这个毕竟是发球抢攻是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出 徐晓媛呢 发球抢攻在进台 就没办法得分了 你从中台要抢分 激励也不高 更多 这是在乒乓球的所谓的位置影响 所以我想一个好的选手 一个消球选手 要看面对的问题 我想可能每个选手的想法 可能是不一样 但整个比赛我想 徐晓媛不见得要反攻 现在反攻也没有得分 这个是进台的进攻 还算不错 这是连续的接续200去少园 追成了6比7 在这个时候 场面又喊出了暂停 是德国的单小娜 对 三小娜呢 局数2比1的领先 当然这个时段一定要喊暂停 看能不能抢下这一局 就是听牌 那以三小娜来讲呢 我想他暂停 有他的用意 拿分之外呢 他的这个德国教练 也是消球高手 所以他知道 后段打消球要怎么打 那在比赛的过程 我想这个比赛的战术很明显的 攻击对消球选手 那要注意的就是说 你的策略是什么 战术是什么 再来就是 双方的心态是什么 就是心理战 那因为你可以了解 消球选手后段在想什么 可能对这个施杰教练呢 他应该会提醒他 你要注意注意 这就是场上的应用 所以比赛呢 一个好的选手呢 技术的这种展现之外呢 你的作战的心理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这比赛场上 事实上是很细的一个运动 那当然现在徐校园 还是一分的落后 朱老师是不是建议他 还是继续保持他消球的 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如果以目前六比七 徐校园是落后 不要急着反攻啦 就好好地消 当然看分数来到 会不会更接近看的比分 对 就是消 好 那现在徐校园一直往直线为主 可以看出 他现在的战术呢 就是逼着不让 善小娜側身去打 那側身的角度 跟直线的角度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画面上 一直打他的右边偏右 就是让善小娜呢 直线的角度呢 想側身不开来 没办法做好很重版 他往右边打 这个他的进攻 角度比较快 结果善小娜 想要做一个 连续进攻的启动 打掛网 徐校园 连拿了2分 现在反倒取得了1分的超前 对 暂停之后 可以看出韩国的 徐校园的前面防守 前面防守 应该是防守 对 好 往偏右的直线球给他 哇 可惜 结果 还是没有办法 撑住 应该可以讲说 消球选手的耐性 一定是比攻击选手 来得更有耐心的 结果是 结果是徐校园 这个 先抢攻发生失误 还是想要抢 哇 中板的 中板的 这个球 已经偏高了 偏高的位置呢 尚小娜的 拿手的快攻 在接下来的几颗球 对于尚小娜来说 就是要多制造这样的机会 对 好 搞跑跑球 看能不能第三板的进攻 还是安全就好 又是 削过来的弧线 太高 当然 尚小娜 中板的扣球 拿分 这一分拿下来 尚小娜 迎来了 橘末点的机会 两个橘末点 且对他来说 优势是他手中 勿勇发球分 好 来看徐校园呢 能不能掌握一下 在 两个发球上呢 占一点优势 还是 哇 反攻了 太难了 全部是失误了 徐校园的进攻失误 善小娜 11比8 再下一局 打完前四局 3比1的局数 率先听牌 进行锁定 埃尔达娱乐台 八强战 现在已经3比1先听牌了 那其实在第四局的比赛过程当中 徐校园一度是取得了领先的优势 但是他的这个销球的状况 没有办法维持下去 比较可惜一点 让善小娜 是再度掌握到了 逆转分数的机会 接触到了第五局 徐校园已经没有退路了 在打法上 朱老师怎么来建议他 应该回到 比较 拿手 他的战术 就是前面销球 那进攻的时候呢 就是觉得 真的是有机会的球 你才进攻 那好好的跟 善小娜来磨 就是说我一分一分的 跟你慢慢打 結果这个时候呢 领先的善小娜呢 开始的 逮到一个快攻了 这个带过来呢 就是所谓的上线球 当然就是可以快攻的打法 让人在这个 比较靠近台的位置 这个进攻分的掌握就很好 对 那应该就是 你打回来的球呢 很弱的质量 我来反攻 这个也是蛮合理的啦 那我是看法啦 席校园不要太多的想要 反攻啦 应该一分一分的 用销球来对抗 对就是这样的特色 这样的武器 而且席校园本身也是 他的风格啦 打法的 你就是一个销球的选手 打起来会比较有把握一点 哇 这个已经 三角娜呢 打出应有的一个速度 还是拿下第二分 夺牌的来回哦 自己没有做好反手位的回击 变成又让单小娜在控球端 抢得主动的优势 哇 被打握住了一个 放在台内的短球 制造下一板 直接起板的进攻扣球 对 在销球齁 你没有做好很好的准备呢 稍微一点点偏高 就是散小娜的机会 这个 这个销球眼 除了你要打回去之外呢 一定要 离网子 越 越 越近了 就是所谓的 越平越好 太高你就是 小心对方的重板了 4 3 4 3 这位善小娜没有顺利的拉起来 徐孝元3比4 追到1分差 3 6 3 6 3 6 6 3 6 3 6 3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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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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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安全的回擊 前後 又來 又一個前後讓它移動 哇 這個球明顯的齁 是小球選手不應該失誤的齁 因為前後的調動呢 原則上就是看你步伐的移動而已 也沒有多大 對方也沒有多大的殺傷力的球 而且這也是小球所平常應該要有的訓練 對對對 對 前後 齁齁齁 屈小園這次有擋住喔 注意到前後的調動 反而是讓崇小娜最後這一板進攻失誤 不過剛剛這一球儘管是學校園得分 但是主要的這個球的控制上 還是善小娜比較佔優勢 對 對 對 善小娜掌握整個控球 主要是消球選手就是說 希望你穩定性影響出界而已 一二十板球 看誰的耐心就要決定勝負 這一球應該是奔商比賽最多拍的一次來回了 對 前後調動 哇 大概三四十球 雙方現在都非常有耐心的在處理 哇 不要急 哎 你要反攻太難了 應該超過五六十球 小路帶開來善小娜的防守還是有把握住 哇 這也是太精彩的一個來回球 習校園呢 這一次非常非常的有耐心 最後摸到最後的一刻在出版 對 確實這個來回幾十球當中 能夠消球選手習校園還能夠轉為進攻 你要看得出他的基本攻的扎實 還有從防守轉為進攻是難度很高的 那當然這個球贏得很辛苦 那也可以看出習校園應該好好的去消 那這個消呢 目前來講 三小娜也很難突破 如果你沒有好好的就偏高了 你大概就是掉分的機率滿高的 所謂的鞍錢的消 弧線當然你要掌握得很好 那大概這場球賽呢 也可以看出校長現在這個三小娜的穩定性 各方面也確實發揮他的直拍快攻的一個節奏 對 應該是好好的去削這些球 就是快攻 對啦 這個 三小娜呢 能攻能擺 畢竟呢 也有失誤的機會 對 如果你擺得很好呢 因為他擺的不是所謂的殺傷力很強的球 所以一般消球選手是 只要步伐跟得上 消過去的機率是非常高的 哇 太高了 太高了 這個是 沒辦法囉 這個球沒有把握住他的消球質量 對 你偏高的球呢 對一個單面進攻的選手呢 會一波一波快速而且重板的一個 來繼續的攻擊的 現在的比數來到了7比9 徐校園2分落後 喔 有插網 喔 終於拉一個 所謂的旋轉的弧線球 這個彈跳影響到三小娜的回擊 看得出來回擊有點慢半拍喔 哇 一個高調式 拉旋轉為主的弧線球 8比9 1分差 喔 又要擺齁 因為三小娜一直想說 我進攻沒辦法得到分數 我就是擺讓你越短越好 讓你 徐校園往前之後 會不會製造一個再進攻得動 一個比較高的球喔 對 大概是這樣的策略啦 那也會影響三小娜的穩定性 事實上後段來講喔 你可以看出 徐校園如果保持呢 他有效的消球就可以了啦 那不見得是一定要搶攻回去 又是一個消球得分喔 那這樣的狀況喔 會讓一個攻擊選手呢 越打越急 現在的比分10比9喔 徐校園靠著穩定的消球攻 反倒取得了一個橘墨點 哇 就像是朱老師說的一樣 徐校園真的是在消球這邊 好好的下功夫的話 其實這樣比賽還是很有機會 對對 他事實上就是這樣打 喔 你不能閃身 可能是假動作啦 他要跟對方抹齁 對 你轉你不轉喔 來克制呢 善小娜的攻勢 徐校園在第五局打得非常的精彩 11比9搶了下來 打完了前五局 現在追成了2比3 進入第六局的比賽 對于徐校園來說 繼續把握住自己 自己制造失誤 可能是他一個非常好的 得分的武器 畢竟 善小娜 他今年也是來到32歲了 面對蕭丑守這樣的一個比較激烈的戰況 又要纏鬥到第六局體力上 可能也是不小的負荷 對 當然 以善小娜來講 他主要呢 也是希望說 你蕭的當中 產生一些偏高的球 他才有機會得分 如果呢 徐校園 我都是現在很穩 我前面蕭呢 球也不可能偏高 那你真的 像這個偏高 當然 哇 結果 還是連續燒回來之後 製造善小娜的第三板進攻失誤 對 那這個善小娜 這種狀況 這種情形沒有拿分 這個就很難了 這場球賽 確實有得打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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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拍 快攻型的打法 終於展現他的威脅性 他的威力 那從第六局 整個作戰的方式 就是 習校園確實前面消球的 前面消球的 應該是沒有很好的機會 他是不攻擊的 對 前面消 完全是 考驗兩個的技術跟體力 還有一致力 喔 三小娜 這個球打得太漂亮了 掌握住了這一板扣球進攻 對 這個球突然性的一個加速的進攻 也確實 這次是 這球拿下來 也看 習校園根本就沒有注意 這個三小娜 怎麼突然間加速 發覺搶攻 這次也來一個第三板搶攻 在習校園 當他發球 是站在靜台 所以 真的能搶攻的威脅性 是比他中眼台 反攻來得好很多 所以 比賽的戰術 哦 轉與不轉 可是習校園正所謂 所謂的平面膠皮的這種消球的功力 就在這邊 以平面消球來講 他在球快要掉往桌面下的時候 製造一個旋轉與不旋轉來做一些變化 黑色這一面就沒辦法 因為它是所謂的顆粒 顆粒大概就是回擊 帶有下線的一種 是很有旋轉 對 不過 還是靠著穩定的球衣球球銷過來 讓三小娜的進攻發生了失誤 對 三小娜 你會發現 打消球選手 應該對一個三十幾歲年紀的選手來講 體力很大的負擔 對 負擔 那又要靠他的經驗 要經驗 要怎麼去磨 哦 這是開始亂了 開始亂了 看起來 若是少元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一路把這一局帶到尾聲的話 很有機會將局數比賽帶進決勝的第七局 對 這個球沒有 削的當中 沒有注意力量的控制 對 對 又是 影響的三小娜 一直想要做一些 一個突破的重板擊球 這個 因為也清清楚楚的 你只有輕輕的帶 拿不了分數 那你現在重板又失誤了 這個比賽呢 對小球選手呢 是最喜歡的 就是喜歡你 沒關係 你重板 那沒有重板 也拿不了分數 重板了還是有機會把球再帶回來 哦 這個球 席校園的步伐 有點亂掉了 有點亂掉 亂掉 不過帥小娜現在要拿1分的難度也很高 很高很高很高 這個等於是 看習校園削球 看有沒有偏高一點點還有機會 好 正手 對 又是一個不賺的 那你會發現 習校園呢 平面削過來的球呢 三小娜一樣的動作 結果一帶 就是 飛出去 完全不旋轉的削球 哦 習校園 哎呀 可惜了 又是腳步上沒有踩穩 哇 那雙方還是2分的差距 應該來講 以後段呢 三小娜在進攻上 應該會偏中間跟反手 因為畢竟呢 往右邊打的時候 習校園削回來球 他常常 判斷上會發生一些問題 對 所以 以三小娜目前的 他也清楚 他應該會帶在中線 或者左邊為主 哇 差邊 哎 終於 是徐校園的幸運差邊球出現 對 其實在比賽過程中呢 韓國的選手 第一次出現的差邊 哦 這個確實很幸運 這開始亂了 只要徐校園的右邊正手會削過來的球 得分力很高 那這個過程 你可以發現 三小娜應該不要 應該會打反手會為主 哇 還是右邊 右邊的可能 結果製造徐校園削仇自己的失誤 應該穩住就贏了 應該穩住 他也不需要急著攻擊 好 正手這邊 小心 還是往反手來送 對 偶爾要改 他就打 好 漂亮 好 現在沒有辦法通過這種多拍的來回了 對 對 對 已經消化蠻多的體能了啦 確實在場上 因為來回球在整個節奏 也是蠻多的來回的當中 你要撐得住氣 這對球打得漂亮 這對球打得漂亮 好球 發球搶攻 再化解掉一個橘摸點 這是應該三小娜最能拿分的 接下來呢 領先2分的 徐校園 這位韓國選手呢 因為握有兩次發球前 他的戰術就有多了 他可以發完球 看能不能搶攻就搶攻 沒有 回到蕭球 目前的狀況也不錯 哇 蕭球拿分 這是蕭球選手最樂見的一個場面 一個級 級戰術 徐校園11比8再搶下一局 現在雙方局數上3比3平手 觀光回來之後要為您送上決勝 第七局的比賽 徐校園在第六局裡頭 靠著還是穩定的蕭球 最後是讓擅長大體力消耗的情況之下 好幾次都是自己進攻發生了失誤 也順利的將比賽現在帶進到了決勝的第七局 當然對於善小娜來說 現在體力上的一個負擔 連續多拍的來回情況之下 他要怎麼樣去把握自身的一拍 格外的關鍵 對 當然這場球賽決勝局 大概善小娜要拿分 就是真的是靠他在前後調動 逮到機會能不能重板來拿分 那相對的 韓國的消球選手 徐校園我想是前面的消球 跟你抹也是最拿手的武器 第一球看起來又是多拍的來回 像這個高球 就是決定善小娜拿分的機會 那消球選手畢竟也沒辦法說 每一個球都消得真的很低啦 就是靠他消球轉與不轉 干擾進攻的善小娜 哦 這個還好 他安全的擺回來 哇 角度整個打開來 在剛剛雙方的互相擦網球 影響到的節奏之後 讓善小娜先把握住了機會 所以其實善小娜可以多把球回到 徐校園在反守位黑色膠皮這一面 比較不會有多大的旋轉的落差的變化 對 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有轉與不轉的變化了 主要還是在走中路的位置給球 哇 超 一個幸運的一分 又是落在德國的善小娜這一方 那對他來說是一個不錯的開局 3比0 好 漂亮的一個球 就是所謂的直拍的短顆 他就是厲害 他點的時候呢 他動作很小 那跟平面不一樣 一般的短顆呢 他對旋轉的控球會比較安全一點 哇 這個球你可以看 徐校園根本連啟動都沒辦法 很會長得 不然剛剛那球要控的那麼短 其實難度很高 那徐校園這個時候又想要做一個搶攻 並沒有掌握住 讓善小娜的領先拉開到了5比0 哇 傑聖級連得5分 這個對三小娜大力多 那這個只有同時換個場地 那因為一方傑聖級得到5分就換場地 那看不到落後的韓國的徐校園呢 把分數稍微追上來啊 好 快攻 盡到一個偏高的球 那三小娜呢 要是利用他這個判斷能力 搶下第6分 所以其實徐校園在這一局 前幾球的這個銷球過來的控制 就沒有前一局來的那麼穩定 對 那因為應該來講是三小娜呢 確實呢 有他的這個快攻的一個能力 所謂的重板的擊球 再等待機會 哇 再拿下來 這個球 當然是製造一些旋轉 拿到第一分 韓國選手 應該是你要確實這一局呢 看起來也是落後5分啦 但是要贏得這場球賽上小娜呢 還是要付出非常高水準的技術跟代價的 他一分一分也沒有那麼好拿分的 體力上有也是絕對要撐到最後一刻 每一板都是多拍的來回 兩板進攻沒機會重新再來過 體力確實影響了 1-7 前面的還是提到前面的削 大家來打自己的特色 看能不能回到一些分數 拿回一些分數 對 就前面削就可以了 哇 機會來了 這個角度的調動 直哨圓系先啟動了 跑的方向錯誤 整個反方向 善小娜在決勝局展現出 這個所謂32歲老將的經驗 8比2 6分的領先優勢 哇 機會來了 李少爺 腳步上跟進得非常快 對 這個就是一定會有前後移動的這個位置 那這場球賽呢 三小娜呢 這個打起來呢 是蠻順的 但是呢 你真的要拿分呢 也不是一拍兩拍就能決定的 罰球看能不能搶攻 有 3-9 直哨圓的這個關鍵時刻穩定度 還是要好好的把握住 畢竟現在的比分 尤其在決勝局這樣的落後算是蠻大的 有啦 這已經是 第一個已經 突破幾道習孝賢的身體中路 當然消過來的質量一定是沒有那麼好 可以看出三小娜呢 第二波的進攻 三小娜七個賽末點在決勝的第七局 哦 這個球發一個長球 讓三小娜的回擊掛網 哈哈 又是最後一個插網 幸運地拿到分數 那真的是運氣來得非常的好 尤其在關鍵分的掌握來說 那第七局11比4 大幅領先的情況之下 善小娜搶下了決勝的這一局 最後他就是以4比3的局數 淘汰了地主的女將徐校園 打進到了女子單打前四強 休息一下 繼續為您送上下一場精彩的比賽 旅行 旅行 再次見